朋友们好,我是心血管汤医生 最近门诊来了一位老人 诉说心前区疼痛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我看了这位老人呢 原来是一年前放过心脏支架的患者 血管可能又出现堵塞了 我仔细询问了原因 结果呢,问题却出现在子女的身上 这位患者再次出现心脚痛 活动后症状非常明显 表现为胸骨后疼痛 休息后呢,就能够缓解 属于典型的劳力型心脚痛 我考虑患者心脏的血管再次出了问题 于是呢,收住院 给患者进行了贯卖造影 结果发现 患者原来心脏支架的地方呢 再次出现高度的狭窄 再不处理 血管呢,很可能就会断掉 心脏的支架技术不断地在进步 从开始的金属裸支架 到后来药物洗脱支架 再到可降解支架 包括现在的药物囚囊等 因为支架本身的原因造成支架内 再狭窄的概率在不断地下降 根据研究分析表明 金属裸支架发生再狭窄的概率最高 大约30%到40%左右 药物支架再狭窄的概率 已经下降到5%到10% 临床数据统计显示呢 支架手术成功的患者 如果规律地服用 阿斯匹林、利比格雷或者 提格瑞洛等这些药物 每年出现再狭窄的概率 大约3% 可见 血管呢,就像高速公路 支架放好了 后期的养护非常重要 支架后再狭窄有两种情况 一是支架植入的部位 出现在狭窄或者堵塞 另一种呢,是其他的血管 再次出现狭窄或者堵塞 血管出现狭窄的原因很多 其中最关键的因素 和心血管危险因素有关 如果长期的高血压 糖尿病没有控制好 吸烟的习惯没有戒除 都会造成血管内皮的受损 引起血管斑块的形成 这是造成血管狭窄 血管斑块不稳定 最后呢,破裂出血 诱发血合板的聚集 快速形成血栓 造成了血管的堵塞 我们仔细分析了 这位患者支架再次堵塞的原因 和患者经常不规则的吃药 有直接的关系 患者年龄较大 经常断断续续的吃药 作为子女 没有尽到齐省照顾的责任 经常断续服药 是造成血管再次堵塞的关键因素 血管再狭窄该怎么办呢 对于狭窄较为严重的血管 可以进行心脏支架再次植入 对于多发性的病变血管 我们也可以选择外壳搭桥 进行手术解决 总之 心脏支架治疗是相当于 修好了一条高速公路 后续的养护非常重要 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 长期的 规范的口服 阿斯匹林 利比格雷 或者提格瑞洛 等这些抗血小板聚集 防止血栓形成的药物 必须长期可服 他听类药物 来稳定动脉周样斑块 防止斑块的破裂 并且必须经常进行复查相关的指标 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要控制在1.4毫毛每升以下 对于控制斑块的进展 甚至逆转斑块 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果你的指标控制不住 请你联系我 我会告诉你更好的方法 好 今天的话题 我们就讲到这儿 欢迎您关注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